快点看,漫天飞舞的火光直冲云霄,这不是消防演习,也不是大型烟花秀,而是2009年央视广播电视台,新落成大楼着火现场,就是这样的画面已经被央视进播了14年,今天终于重新映入所有人的视角, 仅因为满足个人欲望,将耗资50多亿元的新大楼一夜之间化为灰烬,让多人受伤,还将一名年仅30岁的消防官兵,永远定格在大楼的地下,当然在惨剧发生后,将是郑重公开道歉。 那么当时的火灾是如何发生的?不是有明文规定,北京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吗?那负责人是如何做到层层打通和审批的呢? 点个关注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,在2009年的元宵节,因为庆祝央视大楼的落成,于是领导层决定在周围一圈燃放烟花庆祝,但是没想到的是,此举让大楼在一场大火中化为乌有,而后续的后果是除了16亿元的经济损失,多名消防员受伤,一名消防员不幸遇难。 当年的2月9号,晚上8点,中央电视台北侧的大楼突发巨大火灾,而起因就是一场所谓的烟花表演,而火灾的主体建筑物中央总部大楼位于北京市中心,占地面积为55万平方米。 从造价来说,这座大楼的投资一共多达50亿元,并且相关的造型也是在落地的时候也是广受争议,支持者认为该造型十分的超现代,反对者认为很难看,并且惯以大裤衩的外号。 不过要说设计,相关的荷兰设计师却认为,这是自己的得意之作。 在建设完毕后,看着气势辉红的大楼,相关的项目方以及内部管理方都觉得十分激动,在这种情绪的渲染之下。 并且时间刚好马上接近元宵节了,于是上下一志决定燃放烟花爆竹庆祝一下,并且刚好有着浓厚的春节气氛,于是大楼管理层准备大办特办,在联系了相关的采购方之后,大楼的管理层于湖南流洋采购了一批价值35万的大型烟花,眼见烟花到场,并且节假日气氛的渲染。 很快这批人包括主要负责人徐薇在内的管理层,把北京市需要燃放大型烟花的需要,提前向市政府申请的规定给抛在脑后。 当时,中央电视台也下发过相关的通知,明确表示,在中央电视台范围内的区域都是禁放区,但是明知山有虎,徐薇还是选择向虎山行。 当然,徐薇自然也不会想到,自己的一时情绪激动,能带来如此意想不到的后果。 在把如此规模的烟花爆竹搬到大楼附近后,很快央视大楼的天空中,就呈现了各种五彩缤纷的烟花雨。 因为动静大,这场烟花秀甚至吸引了不少周围的人来到现场观看,在震耳的声音中,现场的气氛很快就被点燃,但是就在这种一片祥和的氛围之中。 谁也没想到,一场滔天或是很快就在众人眼前,因为持续的燃放,有一枚李花的高温碎屑掉到了堆放在顶楼的保温材料中,并且因为北京的气候关系,火势迅速蔓延开来。 这座刚刚竣工的大楼立马火光冲天,陷入一片火海,接到警情后,北京消防出动16个中队,几百名官兵来到现场展开救援,北京市委的相关负责人也来到现场指挥,来到现场后,消防队立马组织救火和救人,因为楼高159米,这场救援行动困难重重,一直在6个小时的奋战后, 这场冲天大火才被扑灭,新落成的大楼也面目全非,根据事后进一步的统计,大楼内部多处坍塌,过烟过火面积分别达到了8000多和2万多平方米,在经济损失方面高达16亿元,并且在救火的过程中,北京交通出现严重堵塞,最可惜的是,这场火灾造成一名消防员牺牲,数位消防员和工作人员受伤, 这位牺牲的消防员是中队指挥员,名字叫张建勇,年仅30岁,因为在施救的过程,把自己的呼吸器给了被困人员,导致现在火灾现场,张建勇吸收了大量火灾导致的毒烟毒物,虽然在事后,医院方面组织了全力的抢救, 但是,还是没能阻止这条年轻生命的离世,再一次不经意之间的烟花秀,却导致了一栋崭新的大楼被毁掉,数人在其中的过程之中产生伤亡,那么主要的牵头人肯定是跑不掉的, 很快,针对这起严重的火灾事故,北京方面的警方立马展开了调查,在调查中,警方发现,这一次的烟花表演并没有经过任何层面的审查审批, 因为主要负责人徐薇的个人想法和念头,以及违反规定展开的烟花秀,导致央视北配楼被烧毁,从社会面和经济面来考虑, 这一次所谓烟花秀导致的火灾,是一次影响巨大并且教训深刻的恶性事件,相关的人员在调查完成之后,都进行了严查, 除了主要负责人徐薇之外,还有44人一派一送司法机关,2010年5月,北京市二中院对此次大火作出最终判决, 其中央视新指办主任徐薇作为引起火灾的主要负责人,以危险物品肇事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, 再加上当时还查出他贪污受贿,又判处13年有期徒刑,总共判罚20年有期徒刑, 当然作为这次事故最主要的责任人,徐薇明白自己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, 于是在判决输下来之后,徐薇并没有继续提出上诉,此外,比较幸运的是, 这一次的烟花引起的火灾,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损失,因为在这种高楼云集的地方燃放烟花, 除了发生火灾之后,救援层面十分的困难之外,更危险的是, 一旦火灾在整座大楼蔓延开来,里面的人逃生困难之外, 一旦大楼的框架遭到火灾的强烈影响,就会发生倒塌,那后果更是不能想象的, 而作为北京的这一次所谓的烟花表演,在周围的人过足了眼影之后, 背后却是血淋淋的教训,十几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, 虽然主要责任人遭到了处罚,但是失去的生命也永远沉睡在大楼地下, 那么你认为对负责人的处罚应该吗?